有一个非常有钱但是智慧不开的愚人 也就是比较愚蠢的人 在过去他到庙里去寻求智慧 他问法师说 你能把你的智慧卖给我吗 结果这个法师说 我的智慧很贵 一句话值一千两银子 这个人马上说 只要能有智慧 我花钱我来买 法师说 好我现在教你智慧 遇到困难 麻烦 想不通 不着急 马上不要处理 向前走三步 向后退三步 再往反这么三次 你就可以得到了智慧 这个愚人说这么简单啊 法师说 对了 你先回家吧 银子 银子 下次咱们再说吧 结果这个人回到家里 昏暗中 他发现妻子和另外一个人躺在炕上 他当时怒火中烧 我的太太怎么会跟别人睡在一个床上 气得不得了 拿起菜刀就冲过去 想杀人 想杀人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 他买来的智慧 前进三步 后退三步 连着 网板三次 这个时候 他正走着 因为 他的声响 把他熟睡的 妻子 睡的人 跟妻子睡觉的人呢 惊醒了 这个 惊醒的人问 弟弟 你生更半夜在干嘛 一听是姐姐的声音 原来姐姐没等到他 怕他的妻子寂寞 去陪他的妻子一起睡觉 他心想 如果不买到智慧 我差点 把我的亲姐姐都杀了 通过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你们 智慧的价值 因为有智慧的人 可以救人的生命 因为智慧的力量 可以在 让没有智慧的人 做事之前 三思而后行 把则烧毁啊 我看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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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